它们原本是很文顺的动物绵羊 上了这个战场却变得如此勇猛 它到底有什么秘籍让一只普通的绵羊成为了打败天下的无敌手 它们是一群忠厚老实的农民 却把它们的表演带到了全国各地的舞台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绵羊也好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刚才看到是一个斗阳的比赛 说真的在城里这种场面咱们根本见不到 不过要是我们去去像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有些地方 您可能如果赶上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还会看到这种场面 要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斗阳颇有点像斗牛的意思一样 都是这种动物用它们自己的大脚去撞对方 撞自己的同类 不过好像如果我们从个体上来看的话 这个斗阳是不是没有斗牛那么激烈呢 说真的你别看绵羊 咱们平时说起来很门顺 小绵羊乖乖的呀 但是到了这个斗阳场上之后 再乖的这个绵羊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眼睛啊绝对是比仇人相见还要红啊 马上就能够打在一起 精彩激烈的程度绝对不亚于斗牛 咱们现在呢就带您啊到山东合泽 去欣赏这样一场斗阳大赛 这是当地一个热闹的节日 因为一年一度的斗阳比赛将要在这里举行 别看场地简陋人气却很旺 观众都是冒着严寒来自屋里霸乡 参加比赛的羊则是来自方圆几百公里 是人们开着车拉来的 据说斗阳比赛在当地有着很悠久的历史 这项运动为何引起大家这样浓厚的兴趣呢 哎呀很受许去人怀疑 斗得好了那那就之前了 他身家成倍的反 怎样向自己的斗志 哎哎就是有一种这个凶行不退的这个思想吧 陈锋也带着自己养的羊来了 但是这一年他没有让羊上场 他是让羊来见见世面的 这个人还欠肠何况动我了 哎这样呢你就是 接他上会上鸡毛市场上人多的地方 你都不能引导他上人多的地方 走走前面 接他接住接住各种各样的分别停下的 其他的声音啦像汽车喇叭啦 哎火车名利啦 据说这是他培养斗羊的一个方法 他的羊有个响亮的名字黑头 黑头的到来吸引了不少人舍弃精彩比赛 在这个角落看热闹 陈锋说选择斗羊还有严格的标准呢 你一辈子斗羊里头 你不能偷出来三五只斗的好 第一他的长得漂亮 哎长得的身体运程 长得湖北熊腰的牛筋 你长得黑苗条的也不好看你知道吗 来看羊的都是行家 得到称赞陈锋肯自豪 陈锋肯斗羊可不是第一次了 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他要成功 因为当时上班比较忙 后来又换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程 这样呢就是事件相对来讲 充裕一点 就是自己都专业的养求这个东西 一项温柔的绵羊在斗羊厂上 为何如此勇猛呢 中国农业大学陈耀兴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这边是公羊 它在一些季节里面 它是会产生一些脾气比较暴躁的时候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攻击力的 一旦你侵犯它的领地的时候 或者争夺它的食物 争夺它配偶的时候 它会出现攻击纤维 公羊之间打斗是经常的事 一方面是因为争夺配偶 另一方面是争夺领利 通常情况下 人们从绵羊中选择斗羊 绵羊是常见的哺乳动物 身体丰满 体毛绵密 公羊一般长有螺旋状的大脚 母羊没有脚 或仅有细小的脚 毛色为白色 豆羊需要有强壮的体魄 所以人们一般选择绵羊中 比较高大粗壮的品种来做豆羊 陈锋的黑头 就符合这些豆羊的基本条件 但是真正被陈锋看上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它出身明门 陈锋认为黑头一定也错不了 也会长那样漂亮的大脚 脚是自然界中雄性动物常有的器官 对羊来说 它的公羊跟母羊都可以斩鸡脚 别的动物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像梅花鹿 它只是雄性才有 雌性才没有 脚的主要作用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保护 对它的一个攻击的武器 保护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保护它的领地 第二呢 维护它在这个羊群中的地位 为了让黑头更加与众不同 陈锋采取了一个措施 那就是让它多吃了三个月的母乳 这样做是有讲究的 一般情况下是除了满月都应该断来了 满月满月 一个月以后它应该等等 四十天以后都会吃草了 全部都是切开母乳都可以生 所以这样真的给它吃三个月的 它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我们说它主要在补鲁期 为了这个鲁汁 它营养还是比较丰厚的 它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 所以在断奶之前 我估计它也会配一些饲料 陈锋这样的饲养方法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黑头的个头明显比其他的羊高大很多 身体高大威猛 在斗羊场上就是一个优势 斗羊考验的是两个牵羊人的智慧和体力 所以羊跟人的配合特别重要 如果不熟悉 外表棉顺的公羊是会对人发动攻击的 配合就无从说起了 黑头要想成为好豆羊 要经历怎样的锻炼呢 总结以前失败的教训 陈锋这次亲自喂养黑头 渐渐的黑头对陈锋有了一种依赖 哪天吃多少我心里有数 就是晚上吃完饭 我要到羊舍里坐上去吃多米种 看一下 黑头要想成为好豆羊 还要学习怎样的本领呢 这个黑头要想成为一只真正的豆羊勇士的话 他还要学习哪些本领呢 咱们要从他们本身的比赛规则来说起 那毫无疑问 两头羊撞在一起 有一个碰摔倒在地 这肯定是输了 但是说往往这种场面不一定出现 那怎么算赢呢 有一方撞完了之后掉头就跑 这肯定就算是输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相撞的时候 谁的质量大 那谁占便宜 谁的速度大 谁占便宜 所以你看到没 这豆羊个头 你必须都得又高又大 您找一只小羊羔 跟一只老公羊去斗 那绝对斗不过 那体重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再一点呢 你必须要跑得快呀 你没有这个速的话 MV这个动量它就不出现了呀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速度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此说呢 咱们这个黑头的主人就琢磨了 哎呀 我们这个合则呢 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啊 这个豆羊啊 不仅仅是要有速度 要力量 还得有技巧啊 看来这很多方面呢 都得啊 给黑头再下下功夫 陈锋的第一招就是体能训练 他想到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跑步 可是怎样才能让羊跑起来呢 陈锋想了很多办法 首先在院里跑 效果不明显 接着就是在外面宽阔的场地里跑 可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太难了 贪吃的黑头 不是啃地里的草 就是偷吃地里的庄稼 根本就不跑 索性 陈锋就让一个人拿着草在前面掩着 黑头 这才往前跑 结果几个回合下来 人类 羊更累 效果也不好 有人就出主意了 武术里不是有梅花庄吗 让羊转庄啊 陈锋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弄了几个树桩 把羊拴在上面 人牵着羊转圈 不仅节省了体力也免了很多麻烦 有了这个主意后 陈锋很多喜欢逗羊的朋友都牵着羊 来愿你一起转庄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都是挣钱一块一样 为由大家共同交流的一块东西 有了人的带领后 羊也逐渐开始围着庄自己转了 可是不久 羊就开始用头撞庄了 大家认为这是好事 撞庄的脸它的脖子 它的脖子有理样 它经常是用脖子上整不紧 你要是不经常 你的脸脸撞撞 它都一低 它脖子一转 它就不行了 对方一看 你的脖子一转 对方就硬了 你就低不到对方 可是没有想到的事故 接着就出来了 这些羊还没开始到 就已经挂彩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陈锋就想了一个办法 给庄裹裹上布 裹上布之后 羊受伤的可能性就小了 可是没过多久 黑豹又惹事了 它开始攻击伙伴了 这对它可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鸡脚属于表皮的衍生物 我们表皮不是这样脱落吗 它会形成脚质化 所以在一定要它成立以后 脚完全形成以后 在产生斗 它这时候鸡脚比较坚硬 那么鸡脚不容易损伤 鸡脚不损伤的话 脑就不容易受到损伤 如果鸡脚损伤了 那对脑的保护作用 就会降低了 保护好鸡脚 就是保护好攻击武器 不让黑豹过早参加战斗 是有科学道理的 是个羊的嗅觉相当好 我觉得它也要嗅觉 再一个它羊的记忆很好 你就比方这个羊 不能斗败为啥 就是斗败 两只羊 斗败了以后 这个败着 就是在若干家以后 散物家以后 哪怕弄尖尖的一头 都把这个圣子弄低败 但是他也一问 倒给人家两个羊放在一块 修阅一问用鼻子 他就马上干用来 是他的白奖 他牛猝都说不会斗 黑头惹势 也给陈锋一个启示 发明一种可疏的训练方法 来加强斗羊的斗性 那就是 但羊之间的距离很近 但又彼此够不着 转眼之间 黑头已经一岁了 他不仅鸡叫长得好 身强脾壮脾气大 还长了一身的本领 可是 一个问题又来了 他没怎么出过门 斗羊场上 能不能切场呢 要想成为好斗羊 面对那么多的观众和现场的噪音 不是每一个斗羊都能够承受的 陈锋就决定带黑头去外面 见见世面 就是大家喂到一起 几百人几千人 他就从容的很镇定的上肠 这个也就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不然的话他切人也没见过那么大肠面 他跟日下切肠 何况动我了 这样你就是 接他上会上 鸡毛市场上 人多的地方 你都不能引导他上人多的地方 走走前面 陈锋带着黑头去观看了斗羊比赛 没有想到 黑头的表现还不错 这让陈锋悬着的心 放了下来 下一步 就是让他参加一次实际战斗 陈锋又在战斗中 传授黑头一些技能 他要亲自为黑头选择对手 全量他的斗群 你招一个比他提直着 火 重量勤 这样的小医生 就他作为练 他作为练疤子练 这样之后 他肚子上也斗不多肿 逐步的斗粮头 斗粮头的 斩的便宜 斩的便宜 斩的广 这样之后 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了 他好像就是 弯而不胜了 就这样他就迈开里的斗 有了这样之后 肌肉大了 面对对手 没有参与过战争的黑头 在棋盘 第一次实战 黑头面对的只能是胜利 不能失败 动物很有灵性 一样你看他不聪明 其实他很聪明 你给他截住了 躲了之后 你就是给他形成一种紫体 你用手一拍 他都知道滴了往外一点 你这个脚身往里一拉 他都知道 往这滴一点 当时那个本坊速度 都相当于 去什么 他也看不准对方 因为阳力势力并不高 有思想能领会人的意图 这是高级哺乳动物才有的能力 羊真的能有那么聪明吗 因为羊我们从来看 他脑的怪异程度 他里面大脑里面 也有非常明显的隔一回 当然他不如人的那么多 但是他在动物里面 还是比较多的 加上你在信念过程当中 给予某个信号的刺激 他就会形成条件性的缓射 比如说你拍他的某个部位 需要然后信念他能够 头往下低 他就往下低 以后一旦给他信号以后 他头就往下低了 第一次实战 黑头能取胜吗 第一个回合下来 黑头占了上风 但是陈锋却不让黑头再比了 别叫他斗过瘾 不叫他过瘾 就是不斗足 就是高强发挥出来劲的 四可二指 不叫他斗了 这样他往往 能斗过三无四以后 他的力量更大 斗羊一方面是 看的人是兴高采烈 另一方面如果斗赢了的话 这个羊的身价也会倍增 羊的拥有者就能够拥有比可观的收入 这恐怕也都是大家愿意参与到其中的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 挑选好的中羊恐怕也是大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老陈让黑头上场的时候 虽然是赢了 但是马上就不让他参加了 为什么呢 其实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要挑起他这种战斗的欲望一样 头一张胜了 我不让你接着打了 可能呢对这个黑头来说就感觉浑身的劲儿啊 刚刚使了一半 剩下呢正是自己最状态的时候 哎不让我上了 估计啊这个心中啊就是会翻腾着战争的怒火一样 会挑起他更多的参战的欲望 同时呢也是给他增强信心 让他呢如果再下场的话 肯定能够顺利的祭祷对方 第一次战斗黑头胜利了 但是这次陈锋也看到了黑头的弱点 光有斗志和好身体还是不够的 他还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因为两头羊真的要斗起来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正面撞击力量非常大 这么大的撞击力 这些绵羊呢能承受得了吗 我们在中国农业大学陈耀星教授的办公室 就见到了绵羊的头骨 究竟怎样撞击才会对羊的身体危害最小呢 那我们看看一般斗羊呢 这个鸡甲它是往前弯一点 然后再往外剪出来 所以它这样一来就对脑的保护啊 就起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因为脑呢是在后边 靠近后脑勺的地方 我们在整骨 都要形成一个颅腔包在那里面 所以它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那么在羊碰撞的时候最容易损伤的是什么呢 是皮枪 所以你碰撞的时候不要顶在这个部位 应该顶在这个前面靠着鸡脚 这个工具武器 这时候因为够羊而结实的朋友就给陈锋出招 不仅要让黑头学会低下头顶段 还要教会黑头一些独门绝技 黑虽然呢 他拿到挂号室 他撕楼去就要过去了 这是这是这是令和提动的战术战术这是 掌握这种招数的羊并不在少数 很快一些能够打败对手的招数都领会了 他跃跃欲试 缺少的就是一场实战了 一年一度的豆洋大赛如期举行 黑头这次要上场 真正参加决斗了 陈锋在等着好消息 解开他之后想转了转 往里走 他没有切场的那种感觉 他主动的带着我往里走 我觉得他还是按照我这个想象训练的那种模式 没有乱 在黑头的强烈攻击下 第一个对手竟然不战而败 第二个对手也不在话下 黑头不负重磅打败了对手 成为了无敌手 在陈锋的运作下 黑头和他的伙伴们走向了全国各地 去给更多的观众表演 因为黑头喜欢豆洋运动的陈锋结识了很多朋友 他们也从中体会到了快乐 斗阳的时候围观的人是群情激愤 参与斗阳的这些人各个表情凝重 为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最后的胜利 我们也询问过一些当地人告诉我们说 按照传统一般而言从初一到十五这种豆洋比赛都要举行 但是现在这种场面也算是逐渐在减少 而且热衷于豆洋的人往往都已经开始上了岁数了 年轻人既没耐心 好像也并不太愿意参与到训练豆洋的活动当中来 有时间还是要出去打工赚钱的 所以有些老人就担心在他们离去之后 豆洋这个活动还能不能继续流传下去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恶劣天气 数十人从早到晚的骑行河地 巨王撒下 几十万斤的活鱼生生涌出 在这千里冰封的湖面上 他们到底使用怎样古老而神奇的技法 才能创造如此奇迹 敬请收看走学冰面下的追捕